那背包包就是拿那個把給我們背 那個把的線就是很長 它是麻繩的 就會要我們演 這樣子走在路上 就會搶包包 搶到那個瞬間那個線就會這樣子 嗚嗚嗚整條的瞬間 包包被拉掉的那個瞬間 手不能放掉線 你要立馬躺下 整個這樣躺在地上 然後抓著那個線 用腳去踹那個歹徒的手 你只要一被搶 馬上躺下 然後兩隻手抓著 腳就要一直去踹那個歹徒的手 所以男生不爽的地方就是這個 他們的手一直被喘 就是瘋狂的喊說救命啊 這樣話也可以罵 他們男生就是拿著包包包這樣 這樣子拉 這樣子拉起來 基本上是背是躺著 然後腳在空中的嘛 用力拉一下的時候 我就是整個人會被吊起來 然後放下來的時候 整個人就會碰在地上 所以我的脊椎都是瘀青 你那時候就會在教室裡面被拖著 拖來拖去拖來拖去 男生就站著我們躺著啊 然後一拉起來 我衣服這樣往上掉 然後你一隻手還要在那邊 把衣服錄下來 像我們看其他女生上面的時候 我們都會講就是不要穿內衣 都要穿運動內衣 保護一下自己 可是真的沒辦法保護 就是你腳在上面 然後你一直自然就會掀開啊 我真的保護自己 那個真的是很累 那個人是麻繩嘛 很像羅馬鞋那樣 就是纏了很多圈 小嘴全部都是那個 狠肌 全部都是破皮 真的不會放水 你不能放水 就是老師都在看著你 男生被搶掉就是零分啊 啊你要零分嗎 要去淋加插藥嗎